日本美化新华战争 尤其是那些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 更是成了日本士兵战斗的动力源泉 日本在二战期间 有一部分女作家 他们通过创作一些战争题材的作品 来鼓舞国内人民积极投入战斗 当然在这些作品中 日本士兵全都成了正义的一方 就连侵略中国 除杀大量中国人这样的丑陋罪行 在他们笔下也都成了帮助中国人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样荒谬的事情 这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林福梅子 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有多出色 而是他的作品总是在美化日军受性 即使日本屠杀无辜百姓 在他笔下也成了无比正义的 而那些士兵更是被他称为勇敢的战士 而一旦有士兵对自己发动的战争时怀疑 太不识 他就是鼓励他们 安慰他们 告诉他们这是为了正义而战 虽然是一名女作家 但他却和军国主义有着同样的野心 在他的作品战线中 他更是毫不避讳地写着这么一句话 趁想把武汉的长满棉花的大平原 去为日本所有文字中处处可见 对中国的觊觎之心 而他的作品也被日本大量推广 很多人在他的作品的影响下 激激投入了战争中 并且坚信他们是正义的 更有一些女性 在读了他的作品后 竟然主动跑到前线充当未安抚 在遭到惨无人道的柔恋后 他们甚至还自豪地 绝对他们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在他的煽动下 即所有的日本人都投入到了战争之中 可见文字力量是多么的可怕 而战败后 他们更是篡染历史 将他们所谓的正义之战 深入到每一个日本青少年的脑海中 以至于到现在 还有很多日本人不承认他们的罪行 文字的力量确实很大 他们可以改变一代人的思想 但前提是要尊重事实 我国也有不少爱国作家 比如鲁迅 李大钊等人 他们用笔做武器 唤醒了一个又一个迷茫的中国人 并且积极参加战斗 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